楊芷華的世界巡迴演唱會 你日唱到北京 還邀請到重量曲前輩歌手 葉士文擔任嘉賓 你是我們的班長 我不敢 希望那個時候沒有得罪 但是生生不息對我來說是很重要 那個時候我情緒特別低落 其實真的不開心 看不出來 對 因為我是演員 完全看不出來 我不能夠影響人家情緒 很穩很穩 所有的場面都控制得很好 讓我們老人家可以做到一天沒事 既然有莎莉 當然不少得阿Lem 因為合作聲聲不息結緣的三人 將首度同台獻唱的舞台 送給北京歌迷 我很開心 我又想哭 又要哭 很感動 我每次看到 我每次看到Lam哥跟巴黎姐 都滿滿的感動 你知道我跟你拍了那麼多的那些節目 我沒有一個機會跟你在台上一起唱 對 所以這次我一定來了 掌聲楊千華 謝謝 我們回家睡覺了 老公 沒有 謝謝 我們回家睡覺了 晚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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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前其實也覺得這是遙不可及的事 沒有想過可以跟他們一起同台唱歌 因為其實他不僅是一個很重要的前輩歌手 而是他對廣東歌樂壇是很有份量的 給了很多貢獻 沒有想到會帶我們去另一個城市 我們想著平時做嘉賓都是香港 但是來到北京又好玩 照顧我們也很好 整個團體 我們玩得很開心 千華在台上說起自己的演藝路 忍不住耿煙 除了歌手身份 千華在戲劇上也得到不少肯定 他其中一部代表作新澤師妹的導演 馬偉豪利亦都是座上客 而千華亦感性獻唱電影歌曲勇 一向很眼淺的千華 看到全場大合唱都忍不住再眼濕濕 千華在戲劇上也得到不少肯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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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